每年的年終都是一個月 然後端午中秋各半個月 因為我們平常都有寄獎金 金燈店已經連續54個月 就相當於18季 每一季都有發寄獎金 另外還有員工分紅 所以員工可以拿到的獎金部分 相信應該有4個月左右 除了2001年2009年金融海銷 兩年沒有賺錢 所以沒有調薪以外 其他每個年度都有做調薪 調薪的幅度 大部分都差不多是設定在3%到5% 好 今年的主持人請來的是佩真 而藝人則是請來了混血男神碧書鏡 還有歌手曾佩慈 現場的氣氛非常的High 就是要好好來犒賞員工 辛苦一年